作為微畢業的大學生 跳出來反對當時還在管治香港的港英政府 其實是有很大的風險的 但是當時的大學生一康熱血一康愛國深 當時學生會組織的氛圍就是非常愛國 非常不怕風險 都要堅持對國家的民族尊嚴 怎麼會發生到現在的地步 秘魁禍首就是香港教育專業協會 有接近10萬會員有計劃有組織 去將去中國化 將香港人身份和中國人的身份對立 我跟大家講一點歷史 這本是由劉淑永教授和一眾資深的歷史教授 花了很多心血搞的叫做香港志 裡面有很多大事記 由7000年前的香港到2017年的香港 簡單的大事都按日子記錄了下來 我們看看1982年9月26日那一條怎麼寫 它寫著英國首相戴翠爾夫人 在香港訪問為期三日 在抵港之後的第二天 她在記者會上說 不應該推翻中英雙方簽訂的關於香港的條約 而是應該由雙方談判修改 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學院 當時還未叫理工大學的 代表在場外示威 他們舉著標語 就是反對不平衡條約和侵華條約不容肯定 和遞交抗議信 當晚學聯所屬的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 採取集體抵制行動 吳派代表出席香港政府 為戴翠爾夫人在港督府舉人的招待會 大家記住 當時香港的前途是未定的 當時還未知道國家是會 什麼時候和怎樣行使主權 你作為未畢業的大學生 你跳出來反對當時還在管治香港的 港英政府其實有很大的風險 第一你一定沒有運行 你不需要再考慮加入政府 你畢業之後政府一定不請你 但當時的大學生一腔熱血一腔愛國心 都是跳出來堅持反對三條不平衡條約 因為三條不平衡條約 在歷史上是一個殖民地的條約 強加於我們國家的 好 看回1984年 當時小弟做會長 4月16日港大學生日發表香港前途宣言 重新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 香港應該用高度自治權的方式 是回歸這個國家 大家要記住 我們這個宣言發表的時候 是4月16日 當時中英雙方還在談香港的前途 當時英國人還未公開表示 他們會放棄在97年之後的主權和治權 是何時公開表示呢 就是1984年4月20日 就是說我們港大學生會發表宣言之後的4天 還要答應在97年7月1日 將主治權完整地整個香港 交分給我們國家 讓我們國家恢復行使主權 當時學生會組織的氛圍 就是非常愛國 非常不怕風險 都要堅持對國家的民族尊嚴 如何發生到現在的地步呢 真是發生的轉捷點呢 就是在2012年 當時有人跳出來搞反對國家 這個反對國家的運動 其實是在97年之後 不斷有人引用的 罪魁禍首就是 香港教育專業營協會 有一批教師 他們利用教協在教師之間 這麼龐大的組織 有接近10萬會員 有計劃有組織 就是將去中國化 將香港人的身份 凸出來 將香港人的身份 與中國人的身份 對立 其實這是錯的 就等於你在上海北京生活 你是上海人的北京人 你都是中國人 你不會去專門對立的 而香港呢 就是有些人 用我武校的名義 搞民意互查 就連連都去問人 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你承認自己是香港人多些 還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多些 於是在這樣的之下 就令到中間 可能有分野 有分隔在那裡 好了 中間應該怎樣走呢 我會覺得第一 對教育這個組織 我們要好好整頓它 對於學生會 繼續有去中國化的情況 就好像近日 港澳的聲明這樣 我們要和它 劃清那個法律界線 劃清那個法律責任 是不承認你這種做法 反對你這種做法 既是勸喻 亦是有少許制裁 然後呢 我們就要推行一個 國安的教育 國民的教育 國民身份的認同 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你對國家的施政 對國家大事 國家怎樣對香港的政策 你有意見也好 但你的基本立場 一定要站穩 就是從中國人的身份 而不是從一個數碟亡組 將香港分別出的身份 這個角度是錯的 但是這個是要教育的 因為小孩子 年輕人 他們未必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當時是在英國人的治下 因為深深感到那個歧視 和真是大家不同的民族 所以反而這種心理 是會比較強烈的 但現在呢 我們反而就要慢慢去教育他們 不要讓他們 給一些港獨的學生主席 去心跳那些校園 快來訂閱通事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